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这次往常的布置有一些更新 目的是让我们看见光这个主题 光带给我们盼望 带给我们方向 在疫情过去这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段时间 我们真是要重新出发 来到主的面前 祈求主给我们光 给我们方向 也是给我们光明的前途 若是您经过教会 这些新的布置 都可以在那边照相 你也可以传给你的朋友 欢迎他们来参加12月好多的福音聚会 愿主赐福 我们今天晚上特别为12月的福音的步道工作来祷告 请我们同心来祷告 谢谢主 你是光 光照在黑暗里面 于是在黑暗中的人重新看见方向 希望和力量 愿主借着这样的一个光的主题 引领我们 让我们看见盼望之光 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 经历你的更新改变 为12月好多布道的行动来祷告 不管是全教会的 个别的 在平安夜的 在其他日子的 是本堂举行的 或者是其他单位借用本堂来举行的 我们都仰望你 求主恩待 让我们在这个喜乐的月份 将喜乐的福音 盼望的福音传开 愿主耶赐福带领我们 为我们的朋友祷告 邀请他们来参加 使得弟兄姐妹的朋友 家人 有一个听到福音的机会 谢谢主 求主使用大家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主赐福今天晚上 各位有一个美好的休息 重新得利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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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